前总统马英九27日下午踏上中国大陆土地 在上海浦东机场挥手致意 此行以4月1日祭祖为由12天行程 由中共国台办副主任陈元峰接机 但前一天有帮宏都拉斯断交中华民国 马英九从台湾桃园机场出发前简短谈话 没有回答记者群提问就离开 独派团体在机场拉布条抗议 马半3月19日被动证实访问大陆 中共20日宣布24日起在南海军演38天 21日习近平与俄罗斯普丁联合声明矮话台湾 宏都拉斯26日确定断交中华民国 时代力量台湾基进党 海话马英九应该取消访问 民进党认为至少该延期一到两天以抗议中共 不该放任中共对前总统洗脸 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 仿中显然是拖面之干 这两手策略无疑是外交勒索 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坚定的拒绝 台湾跟世界的民主阵营都站在一起的时候 就只有台湾的中国国民党 还在跟中共站在一起 那不敢谴责中国是始作庸者 媒体披露 中共国台办要求台湾媒体 提问时需称呼马先生 不得称总统 中央民国总统府表示 期待中方依照国际接待 任元首的基本原则 确保马前总统的尊严 身外人士认为中共应该避免 以先生生呼马 民中党立法院党团总招邱成远 提醒现任元首马英九 就台湾断交危机 向中共表达中华民国主流民意的立场 避免沦为中共统战的工具 国民党主席持续缓夹 马英九办公室19日被动证实 3月27日至4月7日访问大陆12天 媒体披露可能会见中共王沪宁 撞起总统蔡英文会面 捷克中议长 出方友邦过境美国 并会面美国议长麦卡锡 马半窗是巧合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认为 马蔡撞起绝对不是巧合 郭台铭则在27日宣布 晚间出发访美 马蔡郭三人都在4月7日返台 柯文哲接着4月8日访美 新唐亚太电视胡书霞黄亮简章年节 台湾报道